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春水堂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叫刘燕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想要经营餐饮服务业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首先呢,当我还没有做人力资源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从第一线开始做起的 当我是员工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作为餐饮服务业 第一个其实非常的疲惫 那我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迷惘 当我开始做重复的工作的时候 我会迷惘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有人可以给我指点吗 那因此,当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的时候 第一个,你一定要投身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 你才会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第二个,在他们迷惘的时候 必须要适时的跟他们去沟通 他们的工作表现,他们的未来方向 这个会给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精力的空间 而且对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我想小小的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在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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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